我命由我不由天,事先是魔我说了算,这是哪吒之魔童将士中的经典台词,因为这句话激励了不少网友去影院观看,尽管现在距离哪吒之魔童将士上映已经有一年了,但是,还有不少观众仍然记得,那个天生神力的魔娃小哪吒,在动画或者影视剧中,哪吒的形象都是为人称赞的,脚踩风火轮,手拿乾坤圈和魂天, 翻江倒海,无所不能,因为哪吒的火爆,也有不少人开始cost哪吒,比如关小彤就曾经发过自己cost哪吒的照片,只见关小彤顶着哪吒同款发际,还用红色发带缠绕,看起来非常漂亮,要说对哪吒的执着,在娱乐圈,应该很少有人比得上赵丽颖,熟悉赵丽颖的网友都知道,她对哪吒有多么喜爱,就连微博头像都用了很久的哪吒头像,哪怕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更改,工作完成之后, 也马上就改回来,怪不得,就连喜爱赵丽颖的网友都笑称,此生最大的情敌不是冯绍峰,而是哪吒,那么,赵丽颖打破次元cost哪吒会是什么样,看看赵丽颖的哪吒定装照,头上两个蝴蝶结式的发际,加上赵丽颖甜美的笑容,眼睛就像有星星一样,是不是也很可爱呢? 赵丽颖发过不少和哪吒相关的图片,足以看出赵丽颖对哪吒的喜爱,其实哪吒和赵丽颖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,他们都一样热血,一样执着,每当赵丽颖拍戏的时候,她都能让人感受到,她身上有一股劲,她是娱乐圈有名的老模,早些时候不知道接待严的重要性,总是一股脑地将自己投入到拍戏之中,认为,只要能拍好戏,就是最好的状态, 赵丽颖还曾经被人诟病说,总是用替身,殊不知,她曾经拍马戏的时候,因为缺乏应验,性格倔强的她,坚决不用替身,结果意外受伤,患上了骨头错位的毛病,只能在后背贴上装饰来演示,在某些方面来说,她有着和哪吒一样的性格,坚定,固执,热血,或许是这样的原因,她才这么喜欢哪吒,勇敢地做自己,不为他人的话而放弃,也不因他人的诋毁而追随大众, 他由自己的坚守,也为此散发光芒